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想到整个案件没有落幕 突然有民众就跟警方说 这位死者托梦给他 要他一定要站出来主持公道 因为这根本不是意外 警方重新调查整个案子 掌握到一名男子 发现他涉有重嫌 但是他极力撇清 说整个案子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悬了 隔年农历七月份 尾门开的这一天 当时矢口否认的男子 他突然主动来投案 因为他夜夜梦见陪着 你在台湾来讲 七月是鬼月的鬼门开 那你要说是不是 很偶然或者是很巧合 我们很难去定义 农历七月份 悬的事情真的很多 比方说原本已意外结案的落水案件 却在鬼门开的这一天 案情大逆转 而且凶手主动投案 龙潭大池是桃园地标景色之一 来这边散步走走的人很多 聚集在这边聊天的老人家也有 悠闲的气氛 又有漂亮的风景可以欣赏 明明是让人放松的地方 但是在这一天 却传出了逆弊案件 警方接到一通电话 神秘电话说 有人落水了 那落水干嘛 当然要赶快救人 逆弊的一个男子 他的初号叫阿辉 阿辉怎么会掉进大池呢 一名叫做阿明的男子发现 他平常就喜欢在龙潭大池附近闲晃 这回看到有人出事了赶紧报案 相关人员赶到现场 把阿辉抢救上岸 不过送医急救还是宣告不治 但阿辉怎么会落水呢 是不小心掉下去溺斃身亡 还是说有谁害了他 为什么会溺斃在这个池子里面 警方去现场查 找不到任何的线索 也找不到任何的 疑似他自己掉落的 还是有他杀之嫌 阿辉他掉下去的时候 因为警方实在苦无任何证据 根本不知道到底他是怎么掉下去的 找不到任何证据 也找不到目击者 当时这个案子已意外结案 不过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阿辉的死恐怕不是单纯意外 当时警方已意外结案 但是真是悬了 后来有民众接到阿辉的托梦 要他站出来主持公道 因为他根本不是失足落悬 其实这种刑事案件你说 你说悬不悬 它发生在一个我们俗称鬼月 鬼门开的一个刑事案件 事实上他警方当时有锁定 几个特定对象了 后面就有一些目击证人 或者还有一些秘密证人 竟然有一个热心的民众跑来说 阿辉啊 这个被害人阿辉 他死得非常远屈 他说一直梦到这个阿辉的托梦 那托梦他也不晓得什么意思 托梦表示说他是被害死的 当中有一个也是 有被这个被害人托梦 有被他托梦的时候 他死得不甘心 后来他就有在他们游民签里面 有在讲到这件事情 所以警方在重启这个侦查 案子再度引起警方的关注 来追 看看到底是意外 还是他杀 警方查到这个案面的时候发现 他常常在桃园龙潭附近那个地方 四处很多游民啊 四处 人家讲的吃喝拐骗 没有说很正规的一个工作 所以当查到他之后 他是因为犯了一个窃盗案 在入监服刑 他因为窃盗入狱 那当然 OK 警方有这样的线索 有一个宪明来报 那立刻再把阿米提出来 那开始询问 去询问东东 询问西 那阿米他就死口否认 借提出来的时候 他死不承认啊 我没有啦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警方最后没办法 只好再把他放回去 阿米口中问不出答案 因为否认否认再否认 该怎么办呢 时间来到隔年的农历七月份 隔一年的2008年的农历 七月一要鬼门开 我刚刚讲 我们是以科学出发点 可是你鬼门开那天 主动来投案 之前警方三番两次要问案 问不出的所以然 他竟然阿米主动来投案 什么 他之前不是识口否认吗 竟然在鬼门开的这一天 改口认罪 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一直被这个 被害人 把阴魂纏着他 后来他才延遇收拾申请 他延遇接受法律的制裁 因为每天这个阿米 就跟他拖蚊说 我很累 我很冷 每天做噩梦 所以我受不了 我希望赶快 干脆跟你讲一讲诚实 跟你警方投案 他觉得他白天走路的时候 后面有人跟 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鬼缠身 不仅缠身 然后又突破梦 不断地要求他 逼迫他赶快去投案 又是梦境 又是背后有人跟着的感觉 这一切是他自己良心不安 还是阿辉心有不甘 这个凶嫌 他自己跟警方讲说 没错 那个阿辉是因为 我交付他五千块 请他去帮我办事钱 而他把我钱拿的时候 不办事 所以我约他谈判 越看越不错 我就把他勒住他的脖子 因为我的身材比较魁梧 扭住他脖子的时候 命他坐在那个矮墙上 阿明就一下子就把他推到水里 那因为阿辉根本不会游泳 最后阿辉不幸逆地身亡 阿明公称是因为金钱纠纷 才会把人推下水池 而其实早在案子发生的前一年 阿明早就做过同样的事 那这个阿明 那时候警方一查 他在2006年前一年 真的有这个前科过 什么叫前科 就是有这种记录 把一个人推到龙潭 这个大厕里面的时候 然后这个人在溺斃当下 他还拿竹竿房子这个 被他推下去这个人上案 为了金钱问题 把人推到池里 在第一时间还故作冷静 打电话报案 但这一切看似好意 却掩盖不了他的罪行 所以你说这个案子就这样子 而从意外落水到他杀 到凶手不承认到凶手 在7月主动投案 你说是不是很闪然解释 结果当他去报案 他把一无一时的过程 说出来了之后 结果他到坟前 他再拜一下阿辉 竟然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也就是阿辉不再跟他 不再缠着他 也不再托梦 所以你说这件事情 悬不悬 起不起 明明之中举头生死有生命 还是为生一点比较好 台湾大战机 五十八月 各位好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大战机长期以来 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 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你在加入会员之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专属的徽章 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全台湾 更多非常离奇的社会案件咯 台湾大战机 您的家庭是由我们 最兴致的鼓励跟支持 啊 五十八月 赶快动手 加入我们的会员吧